我国限制家者出口让海外炸了锅 家者为什么这么重要 又为何要限制出口呢 我国商务部海关总署今日发布声明 称将从8月1号起限制家者出口量 家者是两种稀有金属元素 被广泛应用于现代科技领域 为什么我国限制家者 国际上却意见颇多呢 这是因为中国是家者这两种元素的最大生产国 中国的家产量占全球95%以上 销售量占全球67%以上 而折也不差 产量占全球的80% 销售比例占60% 如此大的比重 意味着中国在家者两种稀有金属元素上的话语权 我国要想限制出口 那必然会影响全球的家者流通 就像荷兰光刻机巨头公司阿斯麦抗议 希望中国不要限制家者 不然缺少原料 设备再先进也不行了 欧盟也叫嚣半导体离不开中国的家 为啥家者这么重要呢 稀有元素有很多 家者却是我们目前的科技发展最离不开的两种 家曾经被称为半导体工业新两世 重要性不言而喻 目前主要被用于复合半导体 集成电路 雷达 甚至是电视和手机屏幕 而者主要用于光纤通信 红外光学 太阳能电池等 更是不可或缺 可以说 没有家和者的话 半导体 新能源 5G这类技术都将面临停滞 可是为什么突然从今年开始要限制出口了呢 面对国际上各种猜测 我国回应 限制出口是为了确保家者用于合法用途 并不针对任何国家 当然 这也是为了确保我国家者资源安全 限制稀有资源的无节制开采 实现重要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开发 毕竟是咱们自己家的矿 咱自己来做主 中国刚要限制家者出口 俄罗斯就宣布加大折产量 是打算取代中国吗 俄罗斯宣布加大折产量 对外理由是满足本国半导体生产和军工生产需要 但西方国家认为 以俄的产量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后 肯定还有剩余能用来出口 因此有不少声音质疑 俄罗斯这一举动是想拆台 取代中国的者出口地位吗 对于此 俄罗斯有不少专家站出来发表观点 表明确实有和西方国家交易的可能性 但要取代中国的地位 那还是不现实的 因为中国的折处量和生产能力实在是太强了 从折的产量来看 中国年产120吨 俄罗斯才20吨 仅占中国的六分之一 尽管加大折产量 也难以超越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产量有限 也就意味着俄罗斯的出口供给 无法改变国际局势 况且 要想加大折的生产 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为折很特殊 不能单独产出 而是与 铅 铁 硫等矿产半生的 含量很低 也就是说 要想多产折 那就得同时生产大量的铅 铁 硫 并不是很划算 更何况呀 俄罗斯的这生产加工体系 相比中国还不成熟 至今也是从中国进口高纯度者 所以 俄罗斯既要提高产量 又要提高技术 满足国内外需求有难度 与里都不是为了和中国对着干 毕竟咱实力也摆在那里 你说是不是呢 中国限制加者出口 俄罗斯加大折产量 加者之争到底是毛熊岩给美欧看的 还是西方离间中国关系呢 好的国际关系 那前提是大家互利互惠的 还是老话 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俄罗斯的决定 也是首先基于俄罗斯自身的考量的 但细细考虑 俄罗斯也不会好好的非和中国对着干 毕竟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 还是比较铁的 不过呀 一些西方国家还煽风点火 比如英国路透社就在7月6号发布消息称 俄公司将来能够年产60吨者 能在满足俄自身需求的同时 让西方国家也够吃 完全能够填补中国出口管制后的空缺 但仔细想想 且不说俄罗斯现在和西方的关系 本来就水深火热 俄乌战争还未落幕 西方就对俄罗斯发动了一万多项制裁 就算俄罗斯出口者 西方也未必有机会购买吧 于是有人猜测 俄罗斯高调放出这消息 搞不好是在专门给西方国家添堵 向他们炫耀 看看 你没有我可以有 就是不给你 毕竟啊 要是真想给 早就和石油天然气一样 默默私下接下了 而这些国家集体的舆论起哄 又何尝不是在炸腹中国 不要轻易限制家者出口呢 美国自己动不动 就联合他的小弟到处管制制裁 轮到中国刚一限制出口 他们就不满意了 英国路透社也说了 美国自身的稀有资源储存量 其实还是很高的 但老美为啥不去开发自己的矿产资源 非要进口呢 一来是美国缺少加工技术 二来是出于美国的战略考量 他想通过印钞票 就把别国的资源搞来 等大家都用完了 他才用自己的 打的一手好算盘呀 我是X4情报员 点个关注 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的精彩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